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料 却在第三次测试中遭遇意外 完成一次折返动作时 李小旭的右脚突然感到不适 最后他坐在地上已经无法坚持完成最后的测试 就是在我们连转跑的时候 因为我们跑转跑是篮球场对两边边线对折 我在跑第三组的时候 在一发力的时候 就当时的感觉就是听见崩的一声 我以为我的鞋坏了 我整头去看我的鞋 一看鞋没有坏 当时直接告诉我 我的跟腱已经肯定是断了 当晚 李小旭前往医院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被确诊为右脚跟腱断裂 这在运动领域算得上是严重的伤病 李小旭将会缺席钟志兰多少场比赛 目前还是未知数 现在喜欢体育的朋友 肯定都特别愿意看CBA的比赛 因为说实话 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职业男子篮球赛 很多的精彩的画面 经常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辽宁队 辽宁队大家肯定会关注一个人 那就是李小旭 浓眉大眼的李小旭 身高两米一 有人称他是蓝板魔兽 要说呢 这绝对是一颗然然生起的新星啊 但是没想到不久之前 跟腱断裂 大家也看到啊 脚在这儿 然后面部表情极其痛苦 对于这样一个极其有希望 成为大明星的运动员来说 跟腱断裂是不是就意味着 从此运动生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呢 李小旭有着国产魔兽的称号 是辽宁队不可或缺的灵魂球员 在攻防两端 李小旭都能为球队提供不小的帮助 他的受伤无疑让志在夺冠的辽宁队 未受打击 小旭在我们队 对我们球队比赛当中 供应一下是非常大的 尤其他的篮板球 他的篮板球是在整个西部当中 国内球员是排第一的 他的篮板球还有防守 是对我们球队帮助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他这点受伤之后 确实我们的联赛的比赛 对我们球队在防守 篮板这块会很大的损失 在本期体育馆里 辽宁队的球员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 为接下来艰苦卓绝的比赛做着准备 很多辽宁队的主力队员都在场 然而却不见李小旭的身影 受伤之后的李小旭也没有让自己闲下来 每天中午训练馆的人最少 小旭会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辽宁省体育馆进行上支的功能训练 他认为现在右脚虽然行动不变 但其他部位的训练也不能耽误 体重以及身体各项机能 都要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因为他也迫切地希望 自己能够尽快地重返赛场 为辽宁 为中国篮球 做着自己的一份努力 跟剑是苏怀后部 人体最强大的肌剑 能承受很大的张力 除个别疾病和特殊的动作外 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发生断裂 跟剑的功能是负责正常抬脚 蹦跳 对于行走等日常生活动作的完成 起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力学强度超过了跟剑的负荷 就有可能发生断裂 因此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超负荷 大强度的训练 就会发生跟剑断裂的情况 我们运动医学来讲 都发生于训练比较刻苦 长时间就是说比较刻苦训练的人 因为教练的训练量 是一个科学的训练量 赶紧到那儿就完事了 但是比如说 它的爆发能力好 然后自己那个训练时间又长 著名的跨篮运动员刘翔 在伦敦奥运会110米篮预赛中 摔倒后退赛 后来被确诊为跟剑断裂 最终结束运动生涯 受伤的跟剑也成了飞人永远的痛 美国NBA篮球明星科比 之前高强度的训练 最终在一次比赛中跟剑断裂 康复之后 虽然科比又坚持打了三年才退役 但再也没能回到巅峰时的水准 还有滑冰运动员赵洪博 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 那么为什么运动员的跟剑 就这么容易断呢 后来回想到 当时前几天跟剑的时候 有一些疼 但是很细微的 很一点点的疼 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 所以只是做一些 理疗和按摩 但是当天我去做体测的时候 我的跟剑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有说疼痛感啊 或者不适感 当你的力学强度 就是你用的力的强度 超过了跟剑所能耐受的极限程度的时候 它也断 也就是说你看 一个绳子我拉它的时候 如果我正常这个绳子拉的话 可能是一百斤把它拉断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给了一百五十斤 它就断了 如今队友们都已经去了本期训练 平日 他们训练的球馆空荡荡的 小旭也会一人坐着 练习练习投篮 找找手感 因为在他的生活里 已经离不开了篮球 可是受伤之后的小旭 真的能够重返赛场吗 所有人把根筋锻炼看得特别严重 就觉得根筋锻炼了 以后什么行走不方便 或者生活不方便 或者甚至像我们搞运动行业的 是运动能力下降 其实我一直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相信只要做好手术 和做好后期的康复 尤其在康复的时候 自己努把力 应该恢复到八分之百状态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小旭对术后的恢复绝对有信心 对重返赛场志在必得 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自信 来自于他的手术方式 是与刘翔科比那些运动员 不一样的手术方式 一种利用微疮技术 解决根筋锻炼的 新型的手术方式 切口小 然后时间短 比较容易恢复 然后这个东西 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宿舍的革命 它真是一个革命性的 因为非常巧妙的 就是能解决了 就是不通过那么大的切口 但是能跟普通的开放手术 做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它那个作例发明 真的是全世界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 我有学习过也没有看过 这种作例发明 它是结合了 三四种术式的优点在一起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手术方式 能够结合三四种术式的优点 为什么小旭不采用 国际上惯用的手术方式 而选择一种新的方式呢 其实根筋锻炼 在这个职业运动员的 运动生涯当中 是一个挺常见的运动损伤 比如我们熟悉的刘翔科比 都曾经有过跟腱断裂的事情 我们不好说 是不是影响到了 他最终的运动生涯 但毫无疑问 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要命的伤痛 那么按照原本呢 向他进到医院之后 首先就要进行一个开放式的治疗 什么是开放式的治疗呢 就是在这个受伤的部位 然后呢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跟腱两头瞪着 然后呢再给他接在一起 问题就在于啊 他去的时候啊 正好赶上身体不适发烧 我们看啊 这脸上不是青春痘啊 这脸上是发烧 长了水痘 这一耽搁呢 就是13天 那么医生说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没有办法进行 这种开放式的手术的 可是如果再拖下去啊 绝对就要拖过 最佳的治疗时期了 你想啊 这个韧带 它也是会逐渐萎缩的 另外人体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受伤的这个断口 肯定他自己啊 也会出现一些疤痕组织 这就会影响到 今后进一步的康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 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但这样一来的话 也许他的运动生涯 真的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保守的治疗方法 就是不做手术 让断裂的根腱 自己生长在一起 因为断端之间有距离 靠自身产生的斑痕 来使两端生长在一起 这样长好的根腱 就比正常的根腱 要长一节 所以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 抬不起脚后跟 这意味着将不能继续运动 对于运动员来说 最痛苦的 就是没有办法参加训练和比赛 因此伤病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 小旭还这么年轻 难道真的要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法吗 提脚后跟没力量 能走路 但是他跑不了步 那么就一个年轻人来说 那么如果说提不了脚后跟 那跑不了步 那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 如果对运动员来说 那就更是灾难性的 可能他的运动生涯也就结束了 小旭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可是正在出水痘的小旭 该何取何从呢 就在此时 小旭想到了前几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谷科陈华主任的一个电话 让小旭一下找到了出路 我当时也特别害怕 我害怕就是我的手术 错过最佳时期 错过14天 两周之内 他给我介绍他这种手术的时候 尤其像我发生这种情况 我还是内心上已经开始 去接受这种手术 因为像这种微创稳合手术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能像最低的话的 去避免的伤口感染 而当时我的抵抗力 特别低 免疫力下降 正常来说 跟腱撕裂伤 往往都是闭合性伤口 按照正常的手术方法 是将跟腱充分暴露 缝合断裂的跟腱 而陈华主任 自己研发了一个手术器械 只开1.5至2厘米的小口 用微窗的方式 缝合断裂的跟腱 那么这样通过ID 聊了以后 ID一下解除了 他们整个小续团队的担心 这种微窗实际上跟切开是一样的 他们一下就把我们这个切开方式 就是这种微窗方式就认可了 第二天 陈华主任就为李小旭 做了跟腱微窗手术 仅仅用了二三十分钟 就完成了整个手术操作 并且得到了刘翔和科比的康复师 爱迪的认可 那么这种微窗手术 究竟是什么原理 又为什么说 它能够达到和切开方式 一样的效果呢 作为全国骨科的权威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门诊 总是人满为患 来找陈华主任看病的人 更是络绎不绝 哎呀 我不用那么长 坐这儿呢 怎么了 那个跟腱 你怎么发现你是跟腱 打球 打球然后跳起来 落地那一下 感觉有人 改过我后边一下 是特别疼 然后呢 我就坐在地 躺地上 躺地上以后呢 我们那个球友 他就是他帮我初步 判定了一下 就让我勾这个脚尖 这脚尖勾呢 就是跟腱那块 软的 勾不了 不在使劲 这名患者最后被确诊为 跟腱断裂 陈华主任自从前几年 回到国内之后 在临床 看到了各种运动损伤的患者 他渐渐发现 跟腱断裂的患者 开始逐年增多 当人们足跟离地 以脚尖站立时 在足跟与小腿之间 有一条很粗壮结实 绷得很紧的肌腱 这就是跟腱 人的跟腱 长度不到十厘米 可在抬脚蹦跳当中 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近年来 跟腱断裂的患者 呈高发趋势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骨科分院的 唐佩福院长和陈华主任 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那我们过去这个武侠小说里说 会武功的人一跳跳多高 这就是跟腱 我要费了你的武功 也是把跟腱挑断了 他就不能跳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就是跟腱起的作用 但是随着人现在的生活变 特别是汽车等等这些 这些东西现在的 这些交通工具进步的话 那自然就会导致 一个跟腱的蜕变 这一个情况 实际上人的整体都在蜕变 就是人的整体 整个都是蜕变 那么跟腱为什么会断 正常人的跟腱 为什么不断呢 现今社会 随着出行方式的改变 人的活动量 在慢慢减少 身体的运动机能 也在渐渐退化 运动的减少 伴随着缺血的病变 导致跟腱的断裂 另一种情况 跟腱断裂 往往是在一些运动当中 近几年来 热衷健身的人越来越多 随之带来的问题 就是一些运动伤害 其中 跟腱断裂 就是最致命的 尤其是在篮球 羽毛球当中 精神会突然爆发的疼越动作 很容易扫成 跟腱的断裂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手术方式 这类患者是要进行 骨科业内惯用的经典术式 开放式手术 我们为什么要打开 因为我没有能力 不打开 把跟腱接上 我没有这个办法 我没有这个能力 是吧 那你要想把它接上怎么办呢 你就得把它打开 看着这个跟腱 然后把它接上去 在这打开这个过程中 这就是手术 要切个大口 对吧 那么在切开这个过程中 你无疑什么呢 是要把正常的 这些本来好的组织 又给破坏了 它会带来一个什么 长得慢 或长不好 或长不结实 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开放性手术 老也长不好呢 今天 山西晋梅集团总医院的 骨科病房里 来了一位 找马林主任复查的患者 过来复查 是吧 已经长伤了 但是呢 切口斑痕呢 稍微大一些 你说的这个 切口不舒服 可能是因为 对增生的斑痕以后呢 和这个鞋摩擦以后 那个产生的不舒服 不适感 他是一名运动爱好者 以前就跟肩断裂过 却不料 在两年前的一次运动当中 同一根根肩再次断裂 之后 他接受了传统的 跟肩缝合手术 当时我一断 我一摸 我心想如果没断 我就知道 我一摸两个就断了 然后 大家服伤我就来医院 马林主任做过很多 根肩修复的手术 都是大切口的方法 今天来找他的病人 算是恢复得比较好的 除了皮肤上的斑痕增生 有些磨血之外 他并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可是马主任却一再叮嘱他 还是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运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切口肠呢 必然呢 破坏这个局部的血供 如果是出现这个皮肤坏死的 这种情况呢 就会把根肩暴露出来 往往会导致 根肩的一个感染 坏死 这个呢 就是这个传统手术 最灾难性的一个 后果 马林分析 这名患者根肩的二次断裂 很可能跟第一次的手术方法 有着一些关系 根肩断裂 一般都是闭合性伤口 而且根肩处的皮肤非常薄 根肩的张力又非常大 一旦缝合不好 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皮肤坏死 就可能导致根肩外露 出现感染 有的伤口越来越大 还要进行二次或三次手术 甚至是直皮 最极端的 那就是皮肤坏死 坏死根肩外露 根肩感染 然后根肩全烂掉了 原来是断裂伤 撕裂断裂伤 后来包括变成了缺损伤了 它还断了一部分 还烂了一部分 最后这个伤越 是原来损伤程度的 将近十几倍了 说这话的是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 骨科主任 东北地区骨科的 学科带头人 在东北地区 根肩断裂 是一种高发的疾病 一到冬天 气温降到零下 二十摄氏度 下雪是常有的事 天冷陆滑 白天化雪 晚上冻冰 人们晨练摔倒 导致根肩断裂 北区人 他冬天猫冬 我不知道你知道 猫冬什么意思 猫冬 他不出来 日光照射少 是吧 整个这个 机体代谢 都比较 比较出于一种 低下状态 所以说呢 特别有些 有人说有骨松啊 有什么 这样的人呢 根肩的强度相对低 以前东京出来 断裂人很少 都在家抱着 所以现在都多了 多了以后呢 这个伤就相对多 原来 东北地区的医院 一直都在沿用 开放的经典术室 现在 从北京来的陈华主任 也将他的研发团队 设计的微窗术室 带到了哈尔滨 带到了整个东北地区 这种方法 只是将跟腱断端 开一个1.5至2厘米的小口 用它们设计的特殊器械 伸进腱 找到跟腱断端 穿三道线 将线带出 远端的线与根骨打通 将两根断裂的跟腱 连接在一起 缝合 这种技术完全可以避免 我们刚才上述说的那些问题 而且口非常非常小 是个有限的切开的 微创切口 这种缝合方式也非常确切 能等到很时效的治疗 而且还可以早期活动 因为你没有对肌腱本身的剥离 没有对它造成了二次损伤 你本身自己伤 是你自己伤的 二次是医生伤的 这种手术方法 将复杂的开放性手术 变得轻松简单 手术时间大大缩短 半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完成整个操作 而且目前为止 也没有再次断裂的案例发生 急性根腱损伤是两周之内手术最为适宜 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它既可以做急性的根腱损伤 也可以做陈旧性的 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那么开放性手术会有这么多的并发症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陈华的微窗方法 又能不能够达到 传统开放性手术的力学强度呢 这是一种新型的微窗术式 切口小却能够达到 开放手术同样的效果 敬请关注走进科学 小窗口解决的麻烦 下